台湾第六轮公费疫苗开始接种 却只提供自产的高端疫苗 但高端疫苗未做三期试验 综合联合新闻网等多家台媒消息 台湾23号开始接种自产高端新冠疫苗 第一天就被爆出有多人在接种后 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 仅桃源市23号就有三人接种后 出现身体不适 两名女性打完当场晕倒 此外还有人接种后出现意识不清的状况 被紧急施打生理盐水 另有民众接种疫苗后出现呼吸困难 肝呕和贪软的症状被送医留关 据台媒报道 蔡英文23号一早就前往台大医学院 在媒体拍摄下完成高端疫苗注射 并秀出疫苗接种记录卡 呼吁民众为提升台湾集体防护力尽力 然而蔡英文这场秀 并没有让人放下对台产疫苗的担忧 国民党主席参选人朱立伦认为 对于民众很希望打到的国际认证疫苗 蔡英文非但没有积极争取 还要进行阻挠 让民众不得已只能打高端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也炮轰 蔡英文可以选择打高端 但请让民众有其他疫苗选择 毕竟高端疫苗至今连三期试验都还没有通过 更没有国际认证 据岛内民调显示 有69.1%的受访民众对自产疫苗没有信心 只有约6.6%表示愿意接种台湾自产的高端及联亚 占比不到一成 有声音直指 高端疫苗现在已经不是公共卫生问题 而是政治事件 民进党当局最恶劣的就是不愿意提供完整信息 高端疫苗保护力未知 接种第一剂抗体数值未知 什么都不告诉民众 却又花招进出 针对民众接种高端疫苗意愿不足的情况 包括老师军人等群体都被明着暗着逼着打高端 一再放宽施打年龄 延长预约时间 还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催打 本来应该是高端救全民 现在却完全反了 变成全民救高端